西贵妃 你醒了 西贵妃 你节哀吧 孩子总会有的 经历了英贵人和三阿哥的事 皇上开始对甄嬛有了疑心 在桓桓用胎儿碰瓷皇后的时候 桓桓和怡修各知一词 四大爷一开始是谁也不相信 所以桓桓醒的时候 皇上很冷漠的喊了一句西贵妃 当时四大爷的神情中带着防备 更多的是生气 这和甄嬛第一次小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桓桓被华妃罚规小产的时候 四大爷看着伤心的桓桓 桓桓 桓桓 你醒了 我好像跑题了 这一次的小产 四大爷在甄嬛醒之前 一直都是很生气的 生气他没有护住龙胎 所以对甄嬛非常的冷漠 而且在甄嬛去拉四大爷的时候 他也没有别的表情 只是低头不看桓桓 桓桓第一时间就解释了 小产的原因并不是自己不小心摔倒 没护住孩子 他与陈妃发生争执 他退了真气 四大爷非常重视西贵妃这一胎 不然也不会叫上满宫的嫔妃 去给甄嬛安胎祈福 请注意 在桓桓说出实情的时候 此时四大爷深深的看了桓桓一眼 也终于开始考虑小产整件事 让甄嬛去陷害遗休的幕后推手是谁呢 也就是说 甄嬛碰死遗休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幕后推手居然是皇上 没想到吧 在四大爷和苏妃的这段对话中 就能发现端倪 桓桓最近吃不好 也睡不好 正好担心啊苏妃 娘娘受了委屈 心里头憋屈 这都是正常的 哦 全都是怪朕咯 奴才不敢 说来也怪 等这几回的事 回一回都是冲着西贵妃来的呢 我不是不知道现在的后宫 一团污秽 虽然想去清理一番 但到底只是女人的争斗 总有纯元的情分在 许多时候 睁之眼闭之眼也就过去了 如果不是甄嬛传的忠实粉丝 可能都不知道皇上在说啥 四大爷最担心的 其实是前朝后宫 结党因斯 算计他的皇位 不知道有多少人 盯着朕的这张龙椅 这里我总觉得 四大爷是在 借和苏妃的谈话 点桓桓 何以见得呢 苏培圣和锦西是夫妻 皇上对苏培圣说的话 自然会传到锦西耳朵里 也就代表着桓桓也能知道 果然 四大爷的这些想法 迅速让桓桓get到了 皇上逐渐知道了 怡修已经涉及到结党因斯了 所以开始对皇后心存不满 甚至有心要处置皇后 这些被故意传到甄嬛耳朵里的话 成为了桓桓碰瓷皇后的最终底气 大家都知道 怡修一直是智商在线的呀 但是他为什么会被甄嬛碰瓷成功呢 皇后当初怎么躲着安立农碰瓷 怡修就是怎么躲着桓桓的 别管是酒局饭局赏花局 本宫通通不约 更是在碰瓷事件当天 了解到了桓桓的真实意图 怡修直接就请了禀驾 安开大珊瑚摆出来的时候呢 满宫的嫔妃也都到齐了 就连一只一格店的端妃 还有总是逃团建活动的小叶子都到了 四大爷一群是 嗯皇后怎么还迟到了 小机灵鬼紧细上前 就和四大爷打起了小报告 说 其实身子不爽 怕是不能过来了 前锋小叶子这时 还冲上前补了两刀 有皇后不想见的人吧 所以一见身子就不爽 听完桓桓摘爱粉的话 四大爷立不住了 前几天刚和桓桓立下 满宫嫔妃都会来的flag 你若喜欢 朕请他们来就是 皇后就是不来 这不是在拆我的台吗 怎么朕请她 她就身子不爽了 就这样 四大爷为了哄桓桓开心 当众撕了一羞的病假条 你亲自去请皇后过来 她是六宫之主 这个时候不再不合适 还要求她立马出来营业 最受宠的苏菲都来请了 一羞还怎么逃脱得过 可是 一进门就发现 事情远比自己想象的复杂 以为自己是来罚战的 怎么还要进小黑屋呢 这下一羞真的慌了 甄嬛给珊瑚不敢要 让人在屋里挂服带 更是不敢进 欢欢一提要求 扭乎战队的另外几个 立马跟上说 没问题 棘手之牢 都是应当的 甄嬛把道德绑架 利用的是德行应手 你不给我挂服带 就是危害黄色了呀 也是危害了国家安全 这一系列的连环招 遗修早就招架不住了 再加上 靳飞直接说出了句 以后常来 以后娘娘都来走动走动 不就行了吗 就把皇后哄骗入坑了 回顾遗修到场后的全过程 甄嬛只提了个基本要求 也没强迫遗修必须到场 但是四大爷很自然的就办了 逼皇后来的是四大爷 逼她挂服带的也是四大爷 扭护战队的成员也就在旁边 微波助拦了一下 四大爷可没有上帝视角 并不知道端飞小叶子他们已经站队了 在四大爷心里 皇后就是百般推辞 厌恶戏贵妃到 连一丁点事都不愿意替她做的样子 皇后还没有回过神来 靳飞和端飞早就挂好了服带退场了 这个时候遗修更慌了 连后缓缓的对话都有些心不在焉起来 一心就想逃离这个小黑屋 再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甄嬛早就晕倒在地了 中了记的遗修一定也解释了 是甄嬛失足摔倒 所以四大爷才会有那么冷静的场景 甄嬛做的这个局其实是一场心理战 有了前面皇后各种为难甄嬛的一系列操作 小叶子议论遗修不贤惠 讨厌西贵妃 贤惠起来还真贤惠呢 从前不喜欢西贵妃 现在却能委屈求全 再加上温石出医术的实锤 娘娘的腹部的确有遭受过重击的迹象 肯定是有人大力的推了娘娘 四大爷早就信了一大半 大家都会觉得端妃和静妃会帮桓桓说下话 但是人家却说了一大堆实话 只是臣妾和皇贵妃确实有听到寝殿内 娘娘和西贵妃好像发生了争执 端妃就更厉害了 说的证词全是不利于遗修的 还让大家脑补出了当时吵架的场景 害怕呀 恐惧什么 这个时候桓桓基本上已经洗白了 遗修毕竟也是经历了攻斗几十年的老王牌选手了 对此起来也是毫不费力 举出了王皇后这个例子 我妹娘亲手扼杀了在墙袍中的女婴 趁着今日情状 恰如当年的王皇后啊 差点让甄嬛输了这一局 甄嬛用三胎碰刺一休时 皇上为什么会相信甄嬛呢 关键并不在龙岳 龙岳旧场被大家传的是十分邪乎 什么最有心机小女孩呀 各种帮甄嬛作伪证呀 其实没有龙岳作证甄嬛也不会输 他赢就赢在他牢牢把握住了四大爷的心 不论多高明的计策 皇上不信也是白玩 所以物理环环早就把自己的人设做到无可挑剔 心灰意冷的环环出宫前还在为龙岳的未来做各种安排 生双胞胎的时候要求保小 为了生孩子几次差点丢了命 这么为孩子打算又爱孩子的甄嬛 怎么可能做出杀娃嫁祸的事呢 再看一休打胎打到手抽筋 残害嫔妃做过的坏事不计其数 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 一休就是说出花来四大爷也不会相信了 再加上就只有六岁的龙岳在一边哭着作证 假的也成了真 龙岳长时间被静妃灌输 不要让皇后欺负了西妃娘娘这些话 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保护西娘娘 别让皇后欺负了她 这话额娘说过多次我都记得 又没有在第一现场 他分不清谁是谁非 在一个小孩子的心里 能看到的就只是一休推了甄嬛 龙岳有没有心机并不是那么重要 毕竟甄嬛已经接近完胜了 但是还是不得不夸 龙岳真的很聪明 很善于抓住机会 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站出来指认皇后 而是在场面不受控制的时候 来了个先生夺人 先哭一通吸引大家的注意 再装出害怕的样子 说自己什么也没看到 这演技比他妈甄嬛还要强啊 所以见识了宫内各种争斗的四大爷 龙岳并不是碰瓷成功的关键 环环也做不到面面俱到 更是无法安插一个龙岳 做个关键的伪证 真正让一休完败的 其实是雍正抱怨的怀疑 和日积月累的不满 没准四大爷早就动了废后的念头了 玉鹤南天贪心不足皇后不够 还盼着做个名正言顺的太后 社会我缓缓 玩弄四大爷与鼓掌之间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看到这里还不得我点个赞赞 下期见啰 关注冷婶 每天分享你不知道的后宫趣事 今天又又又来纠正错误啦 你们对这场战中误解最大的一位决策 可能就是华妃了呢 最终的华妃刺人一仗红 连眼都不眨一下 仗着哥哥打仗打得好 在后宫已经到了墓中无人的状态 皇上哄着他 皇后怕着他 连太后都不敢对华妃咋样 而这些人对待华妃 都是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太后一面夸着华妃有多好 一面暗中试阴招 派端妃给人家送上了华胎药 皇后一面喊着好妹妹 一面暗地里给人家试绊子 皇上呢更坏坏 一面独仇着人家 一面让人家吸着欢迎香 导致终生不孕 可怜的华妃呀 在甄嬛传里是个地地道道的政治牺牲品 but历史上 华妃的原形和剧中相差甚远 用颠倒来形容也不为过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剧中的华妃 和历史原形年妃相差有多大 一华妃比甄嬛辈分小 甄嬛传中华妃作为前辈 已经吻霸在后宫的时候 甄嬛呀这些小罗罗才刚进宫 实际上按照时间顺序来说 甄嬛才是后宫里真正的前辈 年妃作为小辈 比甄嬛宛入府七年了 完完全全是小白一个 但是呢仅凭康熙对她的喜爱 等等 雍正的后妃 关康熙什么事呢 其实啊 年妃是康熙给萨个应真 亲自挑选的媳妇 这种皇帝给二个挑选媳妇的情况 很多 比如雍正待了爸爸以后 也给萨个弘历亲自挑选了媳妇 就是日后的孝贤皇后了 所以年妃的家世以及为人 都是被公公康熙认可的 人肯定是本分人 甄嬛站里那些公斗把戏 指定不会发生在年妃身上 正是因为康熙本人挑选 所以年妃一入府 就坐上了侧附近的位置 甄嬛奋斗了十年呀 都还是士气格格 足以说明 环环有多不受宠 二年妃没有不孕不遇 而且连生四胎 说出来你都不信 钢铁之男雍正居然爱年妃 爱到只和他一人生孩子 所以历史上的年妃既能生孩子 又是唯一真正得到雍正独宠的嫔妃 何以见得是独宠呢 花妃在康熙五十年入府 之后就开始了给雍正生孩子 连生四胎 这七年呀 雍正就只和他一人生孩子 所有的爱个公主都是年妃生的 这可是和甄嬛传相差可太多了 编剧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 又是把生孩子狂魔写成了不孕不遇啊 人人都能生 为什么就本宫生不了 从生孩子这件事上不能看出 雍正在年妃入府后 基本是独闯了年妃 根本不可能做到羽露君瞻 当时的正牌附近乌拉娜拉市 都没有生上一个孩子 甄嬛那就更别提了 早在年妃入府前 他就生完了红利 之后呢再也没有生过了 因此之后的几年 雍正就被年妃给承包了 这样一笔 年妃和甄嬛的差别对待 可以说是很扎心啦 三 有个哥哥是没错 但年妃得到毒宠 跟年庚瑶没有半毛钱关系 甄嬛战中 华妃之所以受宠 完全是沾了哥哥的光 年庚瑶是雍正临政前妻的得力助手 他仅凭一人镇住了大半个西北 可以说是西北的土皇帝了 但是年庚瑶的事业巅峰期 他的妹子年妃可早就已经是皇贵妃了 妹妹在后宫的地位啊 完全是凭借自己的能耐 跟哥哥没有一点关系 甚至跟剧中是相反的状态 年庚瑶的小命啊 还因为妹妹的面子延缓了一年 怎么回事呢 在年妃去世之前 哥哥年庚瑶就有了逆反的心思 雍正啊也早就看这小子不顺眼了 但是爱与爱妃的面子一直没有处理他 直到年皇贵妃去世之后 雍正才对年庚瑶下手 处理了这个小舅子 所以说不是年庚瑶护着妹妹 而是妹妹护着哥哥 四年妃为人不歹毒 甚至很善良 这事和真幻传相差最大的事实 来给你们看看年妃的鸭子 这是一幅汉人模样的年妃肖像 画像中他看上去温柔和蔼 目光和善 一幅谦逊平和的样子 不止画上如此 雍正也是这么形容年妃的 雍正不爱这么形容他 秉姓柔家 持功殊胜 短短八个字 把能用到的好词全用上了 在雍正的形容下 年妃像极了乾隆时期的孝贤皇后 大家也可以对话认作一下 这样温柔的华妃 是不是有点接受不了了呢 除了温柔贤惠之外 年妃还有一个超级无敌的头衔 可以说给汉族哥儿争了口气 别看年妃从侧附近 一路坐到了皇贵妃 其实啊 她是个明明白白的汉籍户口 一开始年氏一家 只是汉军奇人 作为包衣服务于皇家贵族 入府后就得到了雍正的意外吹爱 有句话叫做爱乌吉乌 雍正把年氏整个家族 都给抬到了襄皇旗 这个案例 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没错啦 乾隆时期的令妃是个同款 同样从汉军奇人 坐到了皇贵妃的位置 但是鼻祖却是年妃哦 五 红利简陋皇位 年妃的儿子才是皇储继承人 甄嬛专中的华妃 跟历史原型只有一点相似 那就是同样命短 哎 不知道是不是遗传 妈妈命短 连孩子都命短 白瞎的年妃这争气的肚子 年妃连生四胎 但多数都夭折了 稍微命长一点的 就是爱心觉罗福慧 当时雍正也没有别的儿子呀 他都不合别人生啊 于是对于福慧的一个儿子 那家伙是好的不得了啊 时常待在身边 在别人眼里福慧 就是正儿八点的虫子 潮行史诚还这么记载过 福慧才是雍正最满意的皇储 如果福慧有福 活个大年纪的话 那也就没红利什么事了 可惜妈妈命短早逝 儿子三年后年节八岁也跟着去了 六圣大的葬礼破纪录 这环传中死去的嫔妃是真不少 但华妃的死法却是最惨的 一是惨在后知后觉 得知了不怨不意的真相 二是惨在死法上 自己撞墙不说 还糊里糊涂的被葬了 事实上啊 年妃的葬礼在当时可以说 算得上是空前绝后的圣大 连他死的地方都很高级 那就是渊明渊 渊明渊是什么地方 那是皇帝休假的地方 连日后的孝金仙皇后病重都被转移到了畅春园 要死啊 上那死去 你看看 年妃的地位就这样对比出来了 年皇贵妃死后的葬礼 只能用空前绝后来形容 长达五天的葬礼环节 花了九万七千五百多两 因为之前可没有意见过 阵仗如此大的葬礼 礼部的大小官员可都忙坏了 一度手忙脚乱 就这 最后还是被嫌弃做的不到位 从尚书到侍郎 所有人连降两击 死后拥有这么大阵仗的案例 就是乾隆时期的孝贤皇后了呢 年妃的葬礼很豪华 但这都不算什么 年妃唯一活过八岁的儿子 福慧的葬礼更是破了记录 当时雍正活着的儿子就只有红利和红咒 他俩连个辈子都不是 而死去的福慧是按照更高级别的亲王规格下葬的 爸爸更喜欢弟弟这件事啊 被乾隆深深的记在心里 他继位后还这么表达过 镇帝巴阿葛 素为皇考所钟爱 为了缅怀爸爸最爱的儿子 乾隆还亲自追封了弟弟福慧为亲王 以上六点就是剧中角色 华妃跟历史原型 年妃的最大差别啦 不过让我好奇的是 年妃这么受宠 为啥至今都没有找到一副 照儿八戬的证件照呢 相比之下 乌兰娜娜是皇后和甄嬛 那可都是有证件照的人 为啥就没有给我们年妃画一张呢 不过呢 后世发现 用亲王提书唐身居图屏 里面有12位girl 穿的是汉人的服装 他们有的在喝茶 有的在看书 样子都是一个人 专家从穿着爱好 以及这个作品备画的时间 断定这里面的12个人 都是年妃 这12套美人图画成的时候 正是年妃刚离世不久 我猜呀 是雍正boy 过分想念年妃 让画师照着年妃的形象 画下了这12幅人像 用来独物私人 嗯 这样长情的雍正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的 年妃从汉军旗身份入府 到册封皇贵妃 不仅得到了帝王专一的宠爱 死后还风光无限 相比甄嬛传中的虚构人物 历史原型看上去 更加幸福和成功 年妃的影视群像还蛮多的 宫所仙域中的年宿颜 梦回忆中的侧福晋 以及花落宫廷中的年书园 不过相比来说 还是甄嬛传最黑年妃了 直接把人家黑成了不孕不育 被犬宫里的人玩弄的小丑 实在是太惨了 记住花飞惨 但年飞却很幸福 好了 本期花飞就洗白到这里了 你可以转粉了吗 别忘了给我点赞评论发账目呀 关注冷婶 每天分享你不知道的后宫趣事 嫌弃雍正 拒绝和她合葬 甄嬛内线OS她不配 没想到我们扭葫芦环花 在历史上 居然和甄嬛传一毛一样的痛恨雍正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 孝盛献皇后 可没有毒死死大爷 那为啥她这么恨她老公 以至于百年之后都懒得跟她葬在一起呢 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 环环与四大爷之间的恩怨情仇 乾隆宝宝登记后的一天 接到了一本连自己都无法决定的奏折 那就是负责修建清晰陵的负责人 上奏给乾隆 问是不是在清晰陵 给皇太后环环留一个棺果位置 这一问呀 把乾隆也问懵了 嗯 我这个皇帝还真做不了主 于是赶紧去问妈妈 妈妈 要不要在爸爸旁边给你留个棺材呀 环环白了傻儿子一眼 又给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 她说 你爸在的时候就想图个清静 现在走了这么多年 肯定也不想被打扰 我就别找人烦了吧 简单几句暗示表明 环环压根就不想和雍正葬在一起 而且态度十分坚定 纵观几百年 身为皇帝的女人 哪个不想和皇帝合葬的呀 这对于本人以及家族 都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有一些嫔妃甚至绞尽脑汁的 想要钻进皇帝的灵情 但孝盛前皇后就 我就不 也就是说 环环死了也要离雍正远远的 这到底是什么仇什么远呢 关于孝盛前皇后 我们讲过很多她的传奇人生了 十几岁作为师姐哥哥 嫁给了萨格印针 相貌平平 无财无华 根本就没有得到萨格的关注 更别说同房了 直到有一年 萨格得了传染病 没人敢伺候 环环这才抓住机会 一头扎进了萨格的病房 一连伺候了好几天 才以此换得了萨格的关注 以及可能仅有一次的事情机会 不知道是怀患命好 还是命好 肯定是命好 一次就怀孕了 生下了小红利 这才改变了人生走向 但是这其中的心酸 怕是只有怀患自己知道 用不怕死 或者说用自己的劳动 换来的事情机会 对一个女人来说 能高兴到哪去呢 可怕的是 生下孩子后 怀患的待遇并没有任何好转 此后几十年 更是没有再怀过一次孕 这就说明 雍正对他依旧是不理睬的状态 直到那年 康熙见到了九岁的小红利 对这个小孙子是喜欢的不得了 直接带到宫里去调教 甚至还亲自接见了红利的生母 环环 见到环环后 康熙感叹道 果是有福之人 有福之人 当时还是4案的雍正 这才赶紧重视其环环 从环环入府 到儿子被康熙pick 之间足足有12年 雍正对他十分垄断 要不是红利被康熙过分的疼爱 我想环环这一生 都会在被遗忘中度过 虽然嫁到了帝王人家 但不是有那句话吗 一入宫门深思海 孝顺前皇后 既没有得到关爱 又没有得到尊重 生下儿子之后 地位毫无变化 备受冷落的他 能对老公有什么好感呢 性格内敛 容易受人欺负 也没有过硬的加持背景 四个没有正眼瞧过他 其他姐妹可以任意挤对他 在王府中的十几年 环环是肉眼可见的不好过呀 当然一切都是因为命好 萨个继位了 自己老公当了皇帝 缓缓的人生状态 会发生变化吗 不会 缓缓一生 性情温和不争不强 入宫作妃整整26年 无统更无子 这是非常寒冷寂寞的26年 雍正还有一个称号叫工作狂 比起女人来说呀 他更喜欢批奏折 能见到老公的机会 可能就只有逢年过节吧 所以缓缓在宫中 根本就没有任何发言权 更没有存在感 直到把雍正熬死 这下呀可算是春天来了 弘历成长的过程中 早就见到了母亲遭受的冷落 这可能就是乾隆后期 非常孝顺妈妈的原因 母平子归的缓缓 终于等来了她的福气 也印证了多年前 康熙对她说的那句 有福之人 乾隆登基的第一天 就宣布遵缓缓为皇太后 会号重庆皇太后 百年之后又遵缓缓为 孝胜慈宣 康慧敦和 成辉人墓 尽天光 圣献皇后 好家伙 全都是好词啊 我们后世简称为孝顺县皇后 环环前妻吃过寂寞的苦 后期儿子都给补回来了 每到生日 也就是环环的万寿节 每年的1月1日 乾隆无一例外 总会大操大办 给妈妈过生日 遇到整寿 那就更别提了 没有最奢华 只有更奢华 环环50整寿那年 乾隆效仿爷爷康熙 过生日的点子 召集了一大批60岁老人 在路边瞻仰跪街 然后赏赐 让环环这个太后啊 福满天下 光是赏赐这些老人 就花了十多万两 筹断七万多匹啊 要说给妈妈花钱 乾隆是从来都不心疼 每隔十年的整寿 一次比一次盛大 花钱如流水 说的就是这个 环环80大寿的时候 乾隆啊 可已经60多岁了 为了逗妈妈开心 身为皇帝的他 居然还穿着彩衣舞蹈 这样的情景 真是温馨极了 为了弥补妈妈 前半生的孤单 后半生带妈妈 全国去旅游 但凡出旬 必带太后 环环也是乐此不疲 八十多岁了 还在跟儿子出旋 四次南旋 四次东旋 三次五台山 两次圣经 一次中州 以及无数次的东陵 木兰围场 这些呀 环环通通都去了 如于端发那次的东旋 环环72岁 同样没有缺席 除了这次旅行呢 乾隆每天必向妈妈请安 还有散步时间 可以说 老公没给到的关爱啊 儿子都给到了 雍正37位 匹配当中 最幸运的不过三位 一个是皇后 乌拉娜拉是雍正 唯一清风的皇后 二是宠妃 敦速皇贵妃 那就是花妃 三就是环环 萧生仙皇后了 前两位在雍正在位期间 得到了足够的爱和尊重 他们都比环环身份高贵 宠幸也多 但他们都与太后之位无缘 环环是熬过了皇后 又熬过了皇上 熬上了大清 最有福气的太后 并且熬了86岁 正是因为前半生 过得太憋屈 所以环环不愿意陪葬雍正 对那个没有给过爱的雍正 他更稀罕他的儿子们和孙子们 所以最后环环选择葬在了清东陵 这里我科普一下 清朝皇帝都葬在哪 前期的诺尔哈赤和皇太极 都葬在圣经 也就是东北那嘎啦 从顺治开始 皇帝们开始葬在清东陵 位置在现在的唐山市尊化 顺治康熙两位都在这 到了雍正那边 他固执的挪窝了 不愿意和爸爸爷爷葬在一起 具体为什么 后世有很多猜测 雍正开天辟地挪到了清西陵 所以原本应该跟着雍正陪葬的环环 拒绝以雍正合租 居然只身一人又挪回了清东陵 跟着曾经夸奖过他的公公康熙去了 有趣的是 不止环环一人不愿意跟雍正合租 连儿子乾隆都拒绝和雍正在一起 所以乾隆和所有嫔妃都跟着环环 定去了清东陵 清西陵 我又有什么错呢 这么不招人待见吗 不知道是巧合呢 还是有意 反正这一点又增加了后人对雍正为人的猜测 后人猜测雍正之所以不敢葬在 而康熙身边是因为当初原本不是传位给他 而是雍正耍赖 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了皇位 所以他不敢去地下见老父亲 所以呢另品细径 把自己埋到了清西陵 雍正的为人或许是被嫔妃或儿子们申知 所以大家死后都不愿意跟这位埋在一起 可见康熙的口碑比雍正好多了 纵观缓缓一生 在雍正的冷落下过了半辈子的冷暴力生活 哪个女人能活得快乐呢 还是儿子给力 弥补了父亲没给过的关爱 让孝顺贤皇后安享晚年 并且在快乐和满足中安享晚年 还不小心拿到了两个记录 一个是大清最长寿的太后 一个是大清最享福的太后 第一个是环幻自己争气 活了个大年纪 第二个呢 是生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 正是因为有了儿子成妖 所以环幻才敢正大光明的拒绝和雍正合荡 这可不是谁都敢做的事啊 雍正以及他所有的嫔妃儿子公主 统统葬在了清西陵 唯独孝顺贤皇后一人葬在了清东陵 这在历史上实属是不作见 我只想说环幻你可真牛 赞叹你的勇敢 敬佩你的勇气 牛会环幻不配是你 好啦 本期雍正与环幻的爱恨情仇 就讲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咯 大家好 我是冷婶 今天我们来说说 清宫宝藏剧甄嬛传 仅在第一集就埋下的四个伏笔 甄嬛传之所以经典 是因为剧情非常值得推敲 每一次刷剧都能发现新东西 她的伏笔埋得超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 很多生意在看第一遍的时候 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就比如简简单单的第一集里面 居然埋下了四个人的宿命 你知道吗 一 华妃的宿命 第一集开场 太后就来找皇上 打着给儿子送周的幌子 其实是来催娃的 你后宫才那么几个人 皇后 端妃 祺妃 他们年纪都不小了 想要颜免子嗣也难 请注意太后说的话 皇后 祺妃 端妃 他们年纪都不小了 第一次看剧的时候 并没有察觉到不对劲 但现在的你再看看 太后提的这三位嫔妃 都是伏笛老人 可华妃也是伏笛老人 为啥不提她的名字 就因为这母子二人 根本就没有把华妃 列入到生娃嫔妃的队伍中去 后来的谈话中 太后终于提到了 被遗忘的华妃 是这么说的 也就是说 太后想要选新人 除了想要绵延子嗣之外 还有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来和华妃抗衡 不让人家生孩子也就算了 还要选新人来分她的毒宠 仅从太后的话中就能品出来 华妃的余生不会好过 二 甄嬛的宿命 主角甄嬛第一次出场 是去上善寺上乡 当时她十分虔诚地许愿 小声嘀咕着自己的愿望 哦 看来这位大小姐 是不想被选中秀女 可拜完刚出门 她的丫鬟就随口说出了 甄嬛刚才许的愿 别的秀女都在取得正选 唯有咱们小姐想被撂牌子 都说许愿说破是不灵的 喂 这个小伏笔相当于剧透了 可能这是因为刘珠说漏嘴 把许的愿给说出来了 所以甄嬛的愿望才落了空 导致选秀的时候 哎 偏偏就给选上了 你说瞧不瞧 此时请注意一下 上善寺的牌匾写了啥 上联 甘露灌顶受菩提记 下联 光明照身 广度众身 这里也是导演玩的一个深梗了 上联的甘露 预示着之后甄嬛 去甘露寺修行的情节 下联的光明 对应甄嬛日后的封号西字 甄嬛正是从甘露寺回来之后 被封为西非 导演真的是摆得一手好招 藏得实在是深 三 夏冬春的宿命 夏冬春这个人 一出场就能看出他的命运 基本上是活不过一级的那种 你即便棍下 向我扣头请罪 我便大人大量 算了 他在选秀之日过于嚣张跋扈 到处欺负人 这时候导演的伏笔来了 他的名字夏冬春 唯独没有秋 而选秀偏偏发生在秋天 所以他的名字 就埋下了自己命运的伏笔 每过两天就被华菲给收拾了 赐了他秋天的一丈红 因此生命也没落在秋天 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四 安玲蓉的宿命 在选秀时 安玲蓉被夏冬春给欺负了 这时幸好甄玲出手相救 甄玲小嘴巴巴的 三言两语就把夏冬春给说走了 这时甄玲看安玲蓉过意肃静 没什么颜色 就给他头上插了一枝海棠花 也正是这枝海棠花 才让安玲蓉在众多秀女中脱颖而出 所以安玲蓉能进宫 完全是拜甄玲所赐 另一边的秋海棠不俗 黄娘 既然她都带着花了 就别刺花 安玲蓉留牌子赐香糖 安玲蓉出身敌 但心气可完全不低 在宫中拂小坐低 先是攀着甄玲的高枝 后来发现甄玲根本无心宫斗 又倒向了皇后一打 跟着宫中的打胎组长混 一天天的越来越黑化 还以甄环暗暗作对 后来被甄环送走了 所以安玲蓉真的是 成也甄环 败也甄环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咯 关注冷婶 每天分享你不知道的后宫趣事 安玲蓉的疏痕叫 真的能堕胎吗 把果郡王毒死的真酒 到底有多毒 今天冷婶就来研究一下 甄环传中出现的毒药 分别有什么剧毒 是否有科学依据 一号剧毒 射箱 射箱在甄环传中 相当于主角般的存在了呀 他最早出现在 穗玉轩的地底下 被挖出来之后 才发现是一罐 纯纯正正的射箱 针对的是 穗玉轩的前主人 方贵人 虽然甄环没有打草惊蛇 但对于刚入宫的小长寨来说 皇后的这波操作 实在是有点胜人呀 虽然那时候的甄环 还不知道是皇后下的手 但对于后宫的延安 直接把甄环吓病了 至于这罐被埋在 海棠树下的射箱 直接导致了方贵人小产 后来射箱还分别出现在 安宁绒作的树坑胶里 以及华非每天焚烧的 欢仪箱里 甄环抹了树坑胶 可以说间接的导致了自己小产 华非的欢仪箱 那就不用多说了 直接导致他终生不孕不育 so 让女人不孕不育 让怀孕的人流产的射箱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嘞 射箱本身是一位中药 它的成分是 鹿科雄性动物香囊中的 干燥分泌物 原来鹿的体内还有香囊啊 奇怪的这是又增加了 这位中药有开窍醒神 活血消肿的功能 BUT 中年来了 在他的众多功效之中 有一条很明显 那就是有催生下胎之效 能够使子宫快速收缩 最终理论上说 怀孕的人 尤其是坐胎不稳的人 根本不可以碰他 对于那些没有怀孕的女人来说 长期接触对子宫也不好 所以让后宫闻风丧胆的射箱呢 果然是嫔妃的终极恶梦啊 二号季毒 真毒 果军王的结局 是一杯毒酒结束的 这种毒叫做真毒 杀伤力高达99.99% 中毒的人会白眼朝天 浑身发抖 意识虽然保留一些 但就是说不了话 基本等于 开不了口让他知道 真毒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真是一种鸟 剧毒部分是来自他的粪便和羽毛 为啥一只鸟的粪便会是剧毒呢 还不是因为平常吃毒吃多了 真鸟呢 一直以来就是吃各种有毒的植物 毒蛇 毒虫啥的 把自己练就了一身金刚不坏之身 在琴界中达到了唯我独尊的高度 让接触到他的其他生物 闻风丧胆 虽然有点夸张 但真鸟这种生物 真的是令人上头啊 加了真毒的酒 经常出现在古装剧中 一般大人物犯了事 就会被皇帝赐这种酒 皇帝爱用他有两个好处 第一死得快 第二是死的体面 不会伤害了身体 说句不该说的 也不是谁都有幸能得到真酒 这么说也太惨了 不过但凡能喝到他的人 一定是皇家贵族或者是大臣之类的 果军王喝真酒 很匹配他的身份 和甄嬛来了几个回合之后呢 不知道是甄嬛故意让他喝的 还是果军王有意要自己喝的 反正一杯真酒下毒之后 口吐鲜血 战斗战不稳 没一会就隔屁了 在皇宫这个江湖中呀 真酒的存在是既高贵又稀少 可以说是毒药中的贵族啦 三号剧毒 夹竹桃 好 该我们的蠢妃上场啦 甄嬛怀孕后对谁威胁最大呢 当然是齐妃了 因为当时有二个的嫔妃 就是三二个的妈妈 齐妃了 为了给儿子的将来考虑 齐妃对怀孕的甄嬛恨之入骨 正好呢 又受到了安玲蓉的蛊惑 在一花园 安玲蓉故意暗示他 夹竹桃有毒 幸好姐姐甄嬛的院子里 没有夹竹桃 哎呀好家伙 这么迟裸裸的暗示 齐妃虽然没脑子 但执行力还不错 马上就派人送去了一盘 有夹竹桃的栗子高 夹竹桃 性寒有毒 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是伤胎的力气 在甄嬛就要吃的时候 却又被安玲蓉阻止了 这也是安玲蓉使的一出连环剂 她故意让齐妃投毒 但为啥又当面提醒甄嬛别致呢 用意有三 第一就是帮助皇后 抢三阿哥的抚养权 之后果然如此 齐妃被识破投毒以后 去皇后那认罪 皇后就趁此机会 拿下了三阿哥的抚养权 妙装 第二呢 就是在甄嬛面前 加强了自己的信任度 第三那就更强了 为了甄嬛失去孩子以后 不拐意到自己身上 安玲子真的是腐费第一人呢 好了 收回我们的主角甲猪桃 它看上去是非常好看的 一种观赏植物 人畜无害甚至很漂亮 在我们中国南方 很多公园啊 景区啊都有这种树 但是它的叶子树皮根花 毒性都非常强 可以说是人畜有害了 甲猪桃居然是最毒的植物之一 里面有很多毒素 食用多了甚至会致命 用甲猪桃来害人 也是《青宫剧》中 首次出现的新毒药品种 跨越了以往的射箱啊 葬红花啊 这种老套路 不过呢 齐飞真的是蠢飞无疑了 直接派自己人去给甲猪桃居 宫斗指数简直为零 四号剧毒 葬红花 葬红花是宫斗剧中的必备元素 想要残害黄寺 葬红花是嫔妃们的首选 剧中端飞年轻时 就被华飞灌下了葬红花 导致终生不孕 遭遇同款待遇的 还有后期的夜兰衣 这又是蠢飞干的事 为了让受宠的夜兰衣生不了孩子 在遗羞的怂恿下 齐飞又又又一次派人送上了毒药 这碗红枣汤 其实就是葬红花 当然就算别人不送这药 夜兰衣自己也想办法避孕了 被皇帝重新之后 他会偷偷的吃下药丸 当齐飞派人端来了这碗汤 夜兰衣实际上不知道 这是夺命汤还是夺胎汤 直接就喝下去了 对于他来说 夺命或者夺胎都不重要 就算是死了 他也不愿意留在这肮脏的宫中 后来得知是葬红花 不是皮霜 得嘞 不孕不欲无疑了 但对夜兰衣毫无影响 那葬红花到底是不是堕胎神奇呢 葬红花是一种植物 它的花朵并不是葬红花本花 而是花朵里面的小小柱头才是 所以葬红花是一种非常珍贵稀有的药材 以前主要在西班牙种植 后来才慢慢传到了全球 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 有活血化医 止痛 越是不调等功效 适当实用呢 其实对女生是有好处的 一旦过度实用 就会有堕胎流产的可能 古代民间女子堕胎一般会用它 说起来 葬红花和射箱的效用差不多 长期过量实用都对女人不利 所以大家真的要谨慎实用啊 五号剧毒 贺鼎红 贺鼎红被称为毒药之王 尤其在古装剧中 他被称为第一剧毒 这玩战中当然也去不了他了 简旧为了给皇后报仇 就偷偷的在枝下盖中藏了贺鼎红 然后吓到了甄嬛和儿子六阿哥汤里 但六阿哥偏偏不要妈妈喂饭 而是要神母 也就是孟静贤喂他 孟静贤怕烫 想吹了吹 又尝了一口 还没反应过来 就吐血渗亡了 可见贺鼎红的药性又多毒 贺鼎红又叫做皮霜 是不是更加熟悉了呢 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听说这个名字 贺鼎红最早出现在古侠小说里 人家的学名其实叫做三氧化而生 是一种能够溶进水里的剧毒 一旦入口就能致命 并且无药可依 如果把后宫比作是一个江湖世界 那有江湖的地方 必定缺不了毒药 而毒药中 贺鼎红一直以杀人灭口的 必备良药的形象存在着 不仅是剧中 在现实生活中 他也是很厉害的存在 六号剧毒 明凡 甄嬛进宫后 本来是有机会被皇上认识 却在看梅花那次 被人截胡 截去了恩宠 这个人就是于大印 后来因为于大印自作孽不可活 被打入了冷宫 但是呢 他一直心怀恨意 想尽办法要谋害甄嬛 终于有机会 他指使了自己曾经的宫女 去给甄嬛偷毒 别说 于大印可比齐飞段位高多了 下毒方式还挺高明 他的宫女 在甄嬛尖药的盖子上抹了毒药 导致甄嬛中招了还不知道 这种毒药呢 药劲不大 出发症状时 嗜睡浑身没劲 但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神经错愕 也就是变傻 幸亏呢 被温太医早早的发现了端倪 否则甄嬛传 就只有甄嬛没有传了 这种既隐秘毒性 又不易被发现的毒 是什么毒呢 根据甄嬛的病状和后果 查过资料 跟明凡非常相似 明凡的学名叫 12水硫酸铝甲 可以用作中药 更多是被用在工业生产中 长期的过量使用 它对身体伤害非常大 尤其会影响婴儿的智力发育 所以我国禁止用它 做成食品添加剂 其实少量使用明凡 对人并没有伤害 甚至我们每天的日常中 都会使用到明凡 油条啊 蓬化食品啊 都是在明凡的作用下 膨胀起来的 有了它食物会更加香脆 但还是那句话 过度长期使用会变傻的哦 好了 本期甄嬛传之毒药盘点 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咯 关注冷婶 每天分享你不知道的后宫趣事